电影戏剧的男女配角 他们都怎么省钱呢 像是演出电影 《等一个人咖啡一泡而红》的男配角张力昂 她生活非常节俭 她说上下班只搭捷运 另外还有出过唱片的夏宇童 靠着演舞台剧三餐吃公司的便当 她说她一天花不到一百块 你为什么晚上都带不同女生来咖啡店啊 还记得电影《等一个人咖啡》里 饰演女主角暗恋对象的她吗 不会不要像怀春少女一样 设计的外表有点像混血儿 张力昂经常在电影广告担任男配角 但省钱却很有一套 大众交通工具嘛 然后有时候我路不熟的时候 我就会用Google Map 甜妹可爱26岁的夏宇童 出过唱片也在舞台剧嘎一角 靠着吃公司的便当一天花不超过一百元 如果说真的吃家里然后坐捷运 比如说我来 而且你看我们来剧场 还可以有便当吃 所以不用花五万 所以应该说这两个月我省最多钱 好想吃大餐哦 青春的外表26岁的邱婷女间也不少广告 但她不剩钱反而有一套独门的方法 比家里面有多少钱我都会尽量把它用完 所以我就是把它定存起来 然后是不能去动的那种 所以我就可以尽量少花到钱 截至花费另一个小资男赖震则反而建议多余的钱可以拿来投资 前阵子会买那个中南美洲的就是有关于一些矿产的一些基金 懂得投资同时节省开销 逼咖型男美女替自己赚进一桶金 东森财经新闻张艺滑 我要收台北报道